你看这是不像我们平时打牌打一般乱七八糟样的 桌子上牌肯定是乱七八糟的 对吧 我把它弄得更乱一点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像这样 弄乱一点 弄乱一点 够乱吧 然后弄完之后总会有人把它收起来 然后这个人就开始洗牌 像这样 洗完之后正常操作 来下家切牌 切一下 然后发牌 发三家 先发下家 每家发三张 牌是乱的 你切的牌 你发的牌 没有任何问题 充满了随机感 对吧 方案之后把上来没有用的牌拿走 我问你个问题 你有多少层牌 一套房 如果你抓到这三张牌 你压多少 我手机那么好 我肯定压一套 当你跟别人比运气的时候 就会有人开始给你提手段 就比如说视频前 如果你抓到这三张牌的话 你压多少 真的假的 现在惊讶还太早 毕竟我还没有开牌 只要我不开牌 你们两家就不能看对方的牌 也不能比牌 也不能开牌 重点是我没有看牌 我就可以再用一半的金钱的情况下 撬动我 一直往下压 可以帮我 欢迎吧 怎么要找人 这才卸在跑 对 没人跑 所以今天这一期 就为了告诉大家 君子爱财 许之有道 珍爱家庭 远离 好 好 好 词